而敖拜立下大功也被特赐荣誉巴图鲁之称号 更是得到了皇太极的看重 经得起魔力尘的筑起 鱼翼长旗也该起飞了 以后你就留在中原好好辅助阵吧 阵的江山靠你了 敖拜听完顿时热泪盈眶 随后压抑住心中的激动坚定地回答 谢主温温 他的骨头碎裂了90% 可人就没有选择认输 大鹤医生用出了皇天八级天气盒 而全身碎裂的骨头转眼间就被肌肉覆盖包裹 性暂时恢复了自身的伤势 随后两人大喝一声向着对方冲了过去 即将靠近之时敖拜突然一跃而起 伸手发力抓向了对方的琵琶 但接触到后背的那一刻就被弹飞了 李源爸皮肤之硬居然生生把他的手指都震吠开 随即敖拜再次发起冲锋 瞬间抓住了对方的胳膊向后方拉长 并撞到腿部使其失去平衡 摔跤战敖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下一秒就挥起拳后疯狂地砸向对方 而李源爸手指直接插进了他的手臂上 抓出了几道血淋淋的伤口 敖拜吃痛之下顺势反手抓住他的手腕 然后借力跃起跳到了他身后 死死地扣住李源爸手腕上的脉脉 接着腰部瞬间发力并锁住他的双腿 用出爆摔向着地面砸曲 重击之下李源爸头骨破裂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但下一秒攻击接踵而至 敖拜抬起边腿狠狠地踢在了对方的头 落地的那一刻 再次一跃而起发出了猛烈的攻击 可片刻之后突然跳到了远处 只见李源爸举着拳头缓缓站了起来 虽然敖拜打出了接连不断的攻击 但有实质作用的还是在轰天雷那次 看来只有把目标集中在对方要害部位 才会急于中创 接着李源爸怒吼着冲了过来 敖拜见状迅速下沉躲开攻击 并在错开的那一刻抓住了他的脚腕 等对方摔在地上之后 想击打其关节 可是发现对方的关节就跟毛钉一样结实 紧接着李源爸把他一脚踢开 而敖拜又瞬间近身插向了他的喉咙 可依旧没有起到效果 之后手指发力又插向了他的眼睛 瞬间命中 随着一股血液喷出场中也陷入短暂的瓶颈 但敖拜想抽手远离的时候 却被李源爸抓住了手指 他急忙想要拔出 可现在已经晚了 只见李源爸一拳重创了他的肚 敖拜猛吸一口气想用天气和恢复 然而又被一拳打破了腹 紧接着李源爸叙力再次打出了第三拳 他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现在打出了两拳 第三拳紧接着攻向了对面 瞬间一道狂暴的能量宣泄而出 一击之下敖拜直接被轰出十几米 而李源爸也扔掉了对方的断指 烟雾消散后敖拜满身是血躺在地面上 本少宝可还没输 就在他想挣扎起身的时候 却被砍来的李源爸瞬间压回了地面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 常人绝境至此大概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但敖拜仍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 因为他相信只要敢拼只要没死 哪怕希望犹如大海捞针 只要坚持无论什么逆境都有机会反败为胜 虽然全身的骨头碎裂了90%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此时此刻脸上洋溢的却是微笑 紧接着敖拜消耗身体 把内功急于一门用出了最后的手段 黄天八计兽化天 随着呼吸之间 他的身体也逐渐萎缩 而腹部却高高的隆起 没想到第一轮本少宝就倾尽所有到这种地步 也罢了 对上你这种怪物也是应该的 随后怒目圆瞪发出了一声爆合 空气中煞时间形成了震耳濃耳的音量瞬间扩散而出 首当其冲的李源爸被震得蹊跷流血 周围的地面也被波及得四层里面 就连远处的玻璃都没能幸免 此刻所有人都为之侧目注视着场中央 究竟谁能坚持到最后获胜 不久之后敖拜率先喷出了一口鲜血 而受到重创的李源爸突然发狂一般撕下了他的双臂 随后又向着对方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冰死状态的敖拜却露出了解脱的表情 眼前看到了那个一声敬重的声音 皇上 你来接奴才了吗 奴才没用未能光复大清 愧对皇上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够了 走吧 谢 谢主隆恩 随着拳头即将落下 敖拜也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他的经纪人选择了投降 场中瞬间喷出了大量麻醉烟污 对战的双方也立马陷入了昏迷 不久后雾气消散露出了此战的圣者 吉门方李源爸 可此客场外却在为敖拜欢呼雀跃 虽然圣者固然强大 但不惧生死的败者也同样值得尊敬 随着这一战的落下帷幕 下一回和天神下凡情书宝 与狂人长玉春的对战也即将展开 天神下凡的情穷竟害怕得瑟瑟发抖 胆怯恐惧地想要逃避战斗 但最终还是调整好心态走得出去 而狂人长玉春也早已在场中等候 随着诸葛丽的声音落下 第七回合的比赛正式开始 长玉春率先挥舞着狼牙棒发起进攻 散发的气势在背后凝固的虚异 转眼间便来置身前竖屁而下 擎穷健壮急忙持双俭横起格挡 但没想到对方力道之大 直接把他震出了内伤 随即连忙卸下这道攻击 此时的他心中已经有了认输的想法 但下一秒攻击接踵而至 长玉春一脚重击了他的下巴 直接踢到了远处的墙壁上 紧接着又靠近挥出了手中的狼牙棒 而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